我要選歐巴拿跟譬如報紙 剛剛講了很多什麼掛燈的事情啊什麼啊 講到日內瓦的這個事 我想那是民進黨執政的時候的事情啊 如果您啊 以你跟藍營的關係的這樣子深 尤其跟馬總統的關係那麼深啊 如果有問題的話 我想你早就被研辦了啦 你今天可能 就在看守所跟某人在一起了 所以我覺得已經經過民進黨 你剛剛所講的八天的 民進黨政府八天的這種調查 什麼東西都水落石出的啦 我認為其實這種事情就是平行禁忌 但是在立法院也不用那麼激情 當然這是每一個人都有痛苦的往事 這對南亞是很痛苦的事 所以你去戳這一點你當然會受不了嘛 但是我覺得就是談笑用兵啊 謝謝 不過我這次這個外交 對歐巴馬到大陸訪問 所談話啦 聯合聲明啊 我是用一個比較平行禁忌的態度去看他啦 我不認為沒有像我們想像中的那麼好 但是也沒有像民進黨所說的那樣子的壞啦齁 我覺得民進黨的這兩天的這個聲明啊 他們的這個黨中央的那個記者會講的主要是兩點啊 他說在中共跟美國聯合聲明中啊 美國表示奉行一個中國政策遵守三個聯合公報原則 其中不見 有關維護台海安全的台灣關係法 啊這個其實稍微用功一點找找資料啊就看得很清楚 這是上一次這個江澤民訪問華府的時候 1997年10月29日 跟克林頓的聯合聲明 這個裡面也只有三個公報 沒有台灣關係法 因為很簡單嘛 聯合聲明一定要雙方同意才會寫進去嘛 中共今天把台灣關係法寫進去的話 胡錦濤明天大家就進秦城監獄了嘛 他絕對被推翻了嘛 所以中共的領導人怎麼可能去接受台灣關係法呢 叫他們漢字入骨的東西啊 所以聯合聲明裡面談不容的東西就丟出去嘛 所以如果有台灣關係法出現在這一次的聯合聲明裡面 我才叫 我才對我來講才是真的叫奇蹟呢 這不可能是嘛 國際政治不會有奇蹟的嘛 對不對 我們都是很務實的嘛 所以你看1997年10月29號的江澤民跟克林頓的聯合公報裡面 哪裡有什麼台灣關係法啊 對 蔡英文雖然在倫敦念了書 美國似乎他應該很清楚啊 這東西掉出來一看就有了 而且兩段裡面 在1997年的這個 中共跟美國的聯合公報裡面 你看短短的兩段話裡面 他聯合公報提了幾次 提了三次 這一次 至少在這段裡面只提了一次而已 那你就看到分量下降了嘛 第二個可以 可以 民進黨這個 中央黨部的另外一個講法就是說 美國首次喔 首次 表示 尊重中共的主權和領土的完整 他說 民進黨說這是台美關係的大倒退 其實我講 首次啊 也是不太用功的 結果就會這樣子啦 其實當地也不是天天上電視去爆料啊 要很用功的啦 我覺得民進黨其實是很多人才嘛 是故意看不清楚還怎麼樣 為什麼是美國首次表示 尊重中共的主權和領土的完整呢 而且他用也不對 上海公報裡面也有啊 這是一九七月年的尼州上海公報啊 我們念國際政治的 這些東西都是倒背如流的嘛 對對對 這每天都讓我們腦海的嘛 基本文件 你們講得很清楚啊 美國方面聲明啊 美國認識到 acknowledge 在台灣海峽兩岸的時候 中國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 啊 這個 這個 台灣是中國一部分 下面一個 另外一個才對 那個 接種 另外一個 其實啊 我剛剛查出來啊 我這段是待會我才要講的啦 在上海公報裡面 也有提到 雙方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 完整 所以我們手上很簡單 不是首次 在上海公報裡面 在八一七公報裡面 都 美國跟中共都提到了 互相尊重 雙方的主權跟領土完整嘛 所以這一點問題都沒有 也不是首次嘛 所以民進黨這裡啊 講了兩次都是 這兩個說法都是 違背歷史 對 違背historical facts 違背歷史的事實 而且這裡面還有一個問題 其實我覺得你說有沒有進步 美國這幾年 也在做一些調整 也是有一些進步 所以剛剛我放出來這裡面 我要講的 其實 美國 我以前是常常講一件事是什麼 只有一個中國 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他常常講這句話 講了三個 三個公報裡面都有 泥州的上海公報裡面有 建教公報有 八一七公報也有 可是這幾年 美國不提耶 尤其這一次如果認真 民進黨報如果認真去看的話 會非常的清楚 他說 歐巴馬在聯合記者會上講得很清楚 我們的確指出 儘管我們承認 西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但美國支持 中國政府 與達拉拉媽的代表 早日恢復談話 一直講 這裡面有沒有講到台灣 是中國的一部分 沒有講 沒有講 他只有講西藏 是A part of China 他沒有講台灣 台灣是A part of China also 沒有講這個 所以其實 就這一點來講 美國這幾年 努力的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不要把台灣 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所以這一次 坦白講 克林頓的說法裡面 他就是 在歐巴馬的說法裡面 他的生命也好 這個 這個 這個記者會的講話也好 絕對不會去講到說 台灣是A part of China 他絕對不講這句話 所以我們應該 嚴格 審慎的講起來 我們應該是審慎的樂觀 對對對 就是說 歐巴馬並沒有掉進 中共想設的圈套裡面 如果這個時候 歐巴馬在上海要 在北京要 如果講到說 講西藏的時候 跟講台灣等量奇觀 多說 Tibet跟台灣 都是A part of China的話 我覺得 我們就真的要非常謹慎小心 否則的話 都是老生常談嘛 歐巴馬講了什麼心意呢 民進黨政府所說的 首次提到 要尊重中共的主權跟領土完整 這個是老生常談嘛 不是第一次提到嘛 對不對 而且 所謂的這個聯合聲明裡面 講了說 沒有台灣關係法 中共跟美國的三個聲明 什麼時候講過 這個 第一次的聲明裡面 什麼時候講過台灣關係法 沒有嘛 對 可是我們都知道 對 其實台灣關係法 在法律的約束上 對行政部門的約束 對美國國會議員的 我們講道德的感召也好 台灣關係法當然遠超過三個公報嘛 對 因為台灣關係法 是要 是要那個 那個把我拿一下 台灣關係法是經過美國 國會參眾兩院議員的 起草 辯論 討論 辯論 打開來就行了 所以呢 台灣關係法 是正正 美國的官員 美國的國會議員 都必須信守的 對 這樣的一條法律嘛 對 那聯合公報其實是行政部門 使用它的行政特權 它就簽了 那接不接受 它政府下台了 後面政府要接受就接受 不接受就勺談底下 它的效率慢慢就遞減了嘛 對 所以呢 我認為 我們要重視的是台灣關係法 只要台灣關係法沒有被修改 我覺得我們都應該要很樂觀才對 謝謝 我不知道市長你的看法怎麼樣 是 我跟委員報告你講的非常對 我在華府服務的時候啊 美國國會這曾經通過一個案子 怎麼講呢 就是台灣關係法 supersedes 這個三個公報 對 因為台灣關係法是美國的所謂 law of the land 就是美國的法律 對 三個公報只是一個行政的聲明 對 所以在法律位階來講 這個不能跟台灣關係法比 您剛才提到美國這些提法 它有不同的政治考慮 因為現在我們的政策 跟以前民進黨政府政策不一樣了 所以以前中共有什麼反台獨 什麼這些話講 我們現在的政策不去追求台獨 不統不獨不武 所以很多東西他不必這樣子講 而且我必須做一個補充 跟委員跟大家報告 馬總統昨天講的話是正確的 因為在2003年以後 在美國跟中共領袖的峰會以後 沒有再提台灣關係法 2006年 胡錦濤跟小布希在哪裡提台灣關係法呢 是在這個歡迎的儀式上 在白宮的歡迎峰會前的歡迎儀式上 提到台灣關係法 那完了以後提什麼呢 很有趣 我跟各位報告 小布希說 我們談論到台灣 這是峰會完了以後 就是我們現在講同樣的場景 equivalent 我們談論到台灣 我向胡主席保證 我的立場沒有變 我不支持台灣獨立 那個時候的講法是很nective 那個時候的講法 跟今天的這個背景是不一樣 所以今天我們看這裡也沒有三步 也沒有說什麼我們那個時候的政策 他要反對我們的政策 所以今天外交部的立場 就像您剛才講的 我們一個審慎的樂觀 也就是我昨天講的 我們是密切觀察 積極因應 正面期待 因為美國不只他的words 他的dits 就是他有很多行動 正面行動 我想大家可以等著看 要應該是繼續的來 來表示他對我們的支持 而且次長 這是歐巴馬當著胡錦濤的面 提到台灣關係法 其實是非常勇敢 對 而且對胡錦濤來講 其實是一個很 他的解讀是非常不禮貌的 如果他內 我來試著讀他的內心的世界 他是覺得他是受到冒犯的 這在中國大陸的土地上面 當著中共的國家領導人的面 提到台灣關係法 對 民進黨政府其實要注意的 應該是台灣關係法 在什麼場合被提 這才是最重要的 對對對 我認為歐巴馬這點是在 捍衛台灣應該擁有的權利 第二點 其實我們有時候要替美國想 美國有美國自己的利益 我們要體貼人家 如果我們常常衝撞人家 人家有時候也會對我們不爽了 市長你記不記得 柯林頓總統曾經提過所謂香港模式 對 他講了香港模式 你看他對我們才是最大的羞辱 是誰執政的時候 他講出香港模式來羞辱台灣呢 民進黨執政嘛 所以你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讓美國氣到不行 最後只好講出所謂的 香港模式 這個我們自己不是應該要去檢討嗎 對不對 所以我大概很簡短的說到這裡 我再說一句話 我覺得就是談笑用兵了 謝謝你 後面可能還有其他委員 有一些這個質詢 可能會比較的熱情一點 我如果就是放輕心情嘛 你處理事情就是 in very diplomatic way就好了 是不是 對 謝謝你 對不起我第一次來 所以很多我也許不太很清楚 謝謝你指教 謝謝你指教